大家選好了我就要請自關老師來幫大家解拍一下選A 這個工作或下一個工作職場適不適合你呢選A的網友 好選A的網友出現的是聖杯歧視的部分 也就是說你其實你的心思是很細膩的也很善良的 你常常會願意去跟別人分享就是美好的事情這樣子 那他就說你很清楚你自己要的是什麼 可是你不要受他人的影響 其實你在找工作上面是OK的 而且就是這個工作也是適合你的 但是千萬不要受他人影響 因為你還蠻容易受別人影響的 所以選A的網友自關老師要提醒你 可能你在選擇的其實是好的 但你可能會遭到可能不管是家人或是朋友的影響 就導致你判斷能力失準 就原本你直覺是好的 但就是大家可能說啊那沒好啦 那個不要啦 那個怎麼樣 你就開始就是你要三心二意的 所以選A的網友是應該要提醒他 是說要相信自己的直覺對不對 不要被人家牽著走好不好 所以是A下一個環境是蠻適合他的 對 適合他的 然後我覺得A不錯 可以好好試著找下一個工作 其實是蠻適合你的 好 選B呢 好 選B的話出現的是權杖國王的部分 它就是說如果你現在是在職期間 那你現在的工作環境其實是處理的很妥當的 甚至近期都是有得到獎勵 因為它代表是說有一個責任交付到你身上 也就是說可能近期你被分派到一個專案 或者是說接管一個部門的情況 就是工作上面 蠻順利的 對 蠻順利的 可以帶來好的就是狀態 只是說你可能比較需要有更大的熱情勇氣去面對 然後它是說你要再去做一個加薪的 額外加薪或者升職的機會 它是說不會有 蛤 所以就是你下一個工作加薪的機會是沒有的 就是現在在這個工作的情況 現在的工作機會是沒有加薪的 所以它下一份工作好嗎 如果要找下一份工作的話 適合 找下一份工作的話其實蠻適合 因為它是說這個就是會建議是見好就收 就是這個企劃案 這個案件或者是這個管理到一個階段 你就可以說用這些經驗再去找其他的工作 因為在這個職位上沒辦法再往上上去 就也沒有辦法得到更好的你想要的未來 所以它是說呢就是會建議說可以去找下一個工作 所以它現在的狀態是選B 我老師你這個階段是已經不會再更好了 建議你就是修手可能找下一個機會會比較適合你 對 好不好 老師給你一些建議 我們那個選B的陳佩淳好不好 老師 林恩 黃林恩也是選B 還有Emily 選B 所以老師是建議你說現在這個階段雖然是好的 但就是不會再更好了 對 也不會有加薪的機會了 所以可以建議你可以去找下一個更好的機會 說不定會有更好的發展 好不好 那選C呢 好 選C的話出現的是 聖杯世衛 也就是說呢 你做事情的行動上面 雖然沒有這麼快速沒有這麼敏捷 工作上面就是還沒有那麼快的成效 如果在找工作還沒有那麼快的成效 可是你找到工作會是不錯的工作 就是你跟同事之間都可以很好去做交流的狀態 而且在這個工作上面 你新找到工作是有給你學習的機會 也有升職的機會 所以就繼續找 可是時間會拉的比較久 自己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那如果是說現在已經在職位內容上的話 就是說 你的工作也是不錯的情況 可以再多努力一下 就會有升職的情況 所以選C的網友還不錯耶 就是聽起來現在的工作表現都蠻好的 但如果你要找下一個工作 其實可能要多一點時間去準備嘛 去找去 好不好 選C的網友要是給你一點建議 其實工作還不錯 但你可能想要找下一個工作也還蠻好的 就是有沒有人選到C呢 我看一下 Maru嗎 這應該是Maru還是Maru 就是 Maru嗎 還有選C 陳奕彥選C 還有余如 湯余如也是選C 所以都還不錯耶 陳佩純就是哭臉 選B是不好是不是 剛才哭臉 好不好 選C聽起來還不錯喔 好 選D呢 好 選D的話是說 這個工作 如果在職期間就是說 你工作是帶來一個穩定 平衡的情 就是穩定 可是他給你的工作太條件 待遇啊 工作內容其實 沒有這麼好 可是也沒有不好 就是 普普通通的階段 就是也不會餓死 但也不會就是變得很富有 對 對 沒錯 他就是說 就是你是不喜歡變動的情形 你是安逸於現在的狀態 你明明就有更好的工作 可是你沒有去做 他就說 最近會有發生事情 然後讓你去真正的去面對到 就是要讓你去面對到現實 喔 所以最近會發生一個事件喔 這樣講 對 破壞了平衡 喔 所以最近會有一個事件 選D的話 最近有一個事件發生 讓你認清事實 對 不得不面對 可能就是這個工作 其實真的不怎麼樣 就是你也不會覺得 就是很普通 但也沒有什麼再更好 或是學習的機會了 所以有一個事情 可能會發生 對 沒錯 其實也太可怕了 選D的網友 可能要注意一下 最近可能會發生一個事件 讓你不得不去認清事實 對 雖然這個工作 好像也沒有怎麼樣 也沒有特別好 或特別不好 但就是沒有特別的成就吧 對 沒有特別的成就感 所以選D的網友 是老師有建議他 再找下一份工作嗎 還是下一個工作適合他嗎 下一個工作的話是 也還好 就是不錯的 也不錯 可是他要先去面對這件事情 現在的問題要先處理好 還可以下一個工作才更好 對 沒錯 好 老師來幫我們複習一下 選A 選B的 選A的話出現的是聖杯歧視的正位排 就是說 你的心思其實是很善良很細膩的 你會去注意到很多事情 那他是說在工作上面呢 你可以帶來一個好的收穫 就是可以知道說 就是可以幫助別人 然後也可以受到他人的幫助 那他是說呢 你要就是 你已經清楚知道你想要什麼 可是你不要受他人的影響 嗯 就不管是說你要留在這裡 或者是說 就是 離開 就是 他是說靠你自己的決定 嗯 不要被人家左右對不對 對 沒錯 那選B呢 好 選B的話出現的是 權杖國王的部分 也就是說呢 你現在工作其實處理得很妥當 甚至是說 有一個 近期是有計劃案交給你去做 或者是一個部門交給你去掌控的動作 那是說 你可以在這裡多處理一下之後 再去做離開的動作 為什麼要離開 因為在未來的前景上面 反而沒辦法帶給你 你所想要的生活跟狀態 那是說 沒辦法再往上升的情形 嗯 所以就見好就收就好了 所以選B的話 這個工作可能已經到一個停滯了 不會再更好了 對 所以老師會建議你 再往下一個機會去發展 可能會有不錯的結果 對 沒錯 嗯 選C呢 好 選C的話出現的是 欣欣的正位 呃 咦 不好意思 是聖杯式未派 嗯 也就是說呢 你的行動雖然沒有這麼敏捷 然後可是你工作上面其實都是不錯的 而且跟對方就是跟工作上面的人 都是可以去有交流的狀態 然後進行上面 雖然沒有像全戰過往一樣 這麼的順利 這麼的快速 這個是比較慢 然後也是順利的 只是 沒有這麼有效 就沒有像你期待中的速度這樣子 對 太慢了 但是她是說在找工作上面其實是可以 而且也有學習的機會 也有升職的機會 就是如果你要新造一個工作 其實是不錯的狀態 對 好 選D呢 好 選D的話出現的是星星牌 也就是說現在的工作帶給你是一個穩定 你不喜歡去做變動 就是你有點像是習慣在這個工作上面 害怕去走不同的路 害怕改變 對 可是她是說最近會有事情讓你發 就是發生 讓你不得不去面對這樣的情形 一個事件會發生就對了 對 突來的事件讓你認清事實 對 但那個事件是什麼呢 也不知道喔 就是會有一個很突然的意外嗎 可能就工作上面突然有一個什麼變革變動 對 可能就非得要做出一些改變 對 沒錯 或者做出一些抉擇決定 好不好 是今天的 想換工作 想換環境的 給大家一點建議好不好 希望 為一陣子 你也注意會 測試 努力